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重大升級 中共步步逼近 羽茂春一朝破解 外界高度震驚 2024總統大位熱門人選被羈押 賴清德表態 地方軟抵抗 害殘整個國家 中共已成一盤散沙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7月7日 星期日 在本視頻結尾 我們會介紹副頻道的最新內容 請大家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重大升級 中共步步逼近 羽茂春一朝破解 中共近期利用法律手段對台步步進逼 繼6月21日生效的《晨治台獨22條意見》 對台獨分子祭出最重死刑的罰則後 中共海警7月2日還強勢執法 與金門外海扣押一艘越界捕撈的澎湖籍漁船 隔天更驅離在海峽中線附近作業的台灣漁船 在美國哈德遜研究所中國中心與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 7月5日舉辦的《中國法律戰與反封列國家法》 對印太區域的危害國際研討會上 與會學者及台灣政界人士聚焦 如何應對中共對台日增的威脅 美國之音報導 哈德遜研究所中國中心主任俞茂春也說 中國海警與海上強勢執法已不單是台灣的問題 尤其本週再扣押一艘台籍漁船事件 也已引發國際關切 他呼籲 周邊國家未來應共同決意出一套多邊性的國際執法 余茂春說 大家可以共同形成多邊性的執法 尤其在國際海域 它不受主權的限制 更有可能性 所以我想可以展開 尤其美國跟台灣的海巡署有個協定 這是非常具有歷史意義的 余茂春說 中共最忌惮的是周邊國家抱團合作 將讓它無法逐一對付 例如 美國近年號召西方各盟國軍艦頻繁穿梭台海 旨在促台海問題國際化 迫使中國退回自己華的紅線 他說 哈德遜研究所也積極推動 將類似北約的多邊安全機制複製到印太地區 他也鼓勵台灣不必過度依賴美國 應有自己的主張 並持續強化與周邊友盟合作 只要台灣按國際法行事 美國都會支持 外界高度震驚 2024總統大衛熱門人選被羈押 賴清德表態 擔任兩岸交流重要職務的台灣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鄭文燦 在任職桃園市長期間疑涉貪污罪 美國之音報導 經檢察官連夜訓問後遭認定犯罪嫌疑重大 7月6日 法官裁定新台幣500萬元交保 並限制住居 出境 出海 鄭文燦透過律師並由海基會發布的一份聲明中否認了任何不法行為 自己沒有不法行為 一切會配合司法調查 希望能盡快釐清真相 證明清白 台灣總統賴清德7月6日出席活動受訪表示 不分黨派 不問何人 只要涉及非法 檢調都應該查辦 誤網誤縱 她還說 打炸 掃黑 速灘 是目前政府重要的工作 目的是要維護國家的生存發展 社會的安定 以及回應人民深刻的期待 鄭文燦在2014年至2022年間擔任桃園市市長 是民進黨內最活躍的終生代之一 台灣前總統蔡英文2020年連任成功時 鄭文燦與賴清德都被視為挑戰2024總統大位的熱門人選 鄭文燦甚至被外界封為大阿葛 一度跡身接班梯隊 政治行情看漲 此番涉案被羈押 外界高度震驚關注 桃園地檢署檢察官懷疑 鄭文燦在市長藉由一起土地變更案受賄 桃園地方法院發布的新聞稿證實 鄭文燦於2017年9月曾收受500萬元 但隔年8月交還 新頭殼報導 桃園地檢署指出 檢察官指揮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外 偵辦鄭文燦涉犯貪污制罪條例等案件 在5日傳喚鄭文燦道案 經過檢察官訊問後 任鄭文燦涉犯貪污制罪條例第五條第一項 第三款 對於職務上行為受賄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 根據貪污制罪條例 如果定罪 可判7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病科6000萬元以下罰金 第五條第一項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 一 意圖得利 善提或截留公款或違背法令 收募稅捐或公債者 二 利用職務上之機會 以詐述使人將本人之物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 三 對於職務上之行為 要求契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振利益者 地方軟抵抗 害殘整個國家 中共已成一盤散沙 阿波羅網記者孫瑞厚報導 日前 湖南華融縣洞庭湖決堤 當地知情網友說 堵了 沒堵住 車全部冲走了 剛還吸走一艘千多噸的大船 眾多網友紛紛質疑當地分堵措施 這個指揮官可以下馬了 散沙堵決堤口恐怕也是全球第一個 正常人第一反應都是石頭和沙袋 現場竟然用散沙分堵 散沙 分堵決堤堤罷 這地方幹部沒搞錯吧 散沙堵潰口 噴沙傳噴沙堵潰口 全世界都沒有這樣去堵潰口的吧 這種得以前準備石頭的 前幾天就抖音發布 快慢過大滴了 巡視人員在幹啥 還有網友批評當地政府失職 地方政府幹嘛吃的 這都多少天了 一點防汛準備也沒做啊 小區物業都知道 提前準備沙袋 堵地下車庫口 下了這麼久的雨 防汛應急部門一點沒準備 網友宛如初見0358發帖透露 華融縣洞庭湖決堤最開始是能堵住的 最開始的口子並不寬 只有幾米而已 但是讓人意想不到的是 就在現場沒有石頭 沒有鋼筋 甚至沒有砂石袋 當地政府居然讓車輛裝滿了砂子 開到決堤口去堵洪水 這麼大的洪水 用砂子去堵肯定是堵不住啊 好歹你把那些砂子裝袋啊 其實 對付這樣規模的洪水最有效的方法 是用鋼筋編織巨大的立方體 裡面裝上巨石 然後沉到水下 最次你也得用砂石袋來堵缺口啊 怎麼能用散砂來堵缺口呢 那一衝不就衝跑了嗎 這說明地方政府根本就沒有任何的提前預案 根本就沒有做任何的準備 人浮於世 全都是做形象工程都在那擺拍 你說是天災還是人禍呢 連點鋼筋 巨石 砂石袋都沒有準備 您還奢望他們平常的時候輸進河道嗎 但是您不要懷疑 就這些地方官員在平常裡的報告 還有各種表格肯定是處理得非常好的 在各種文件和表格裡面 他們可是幹了無數的工作啊 但是很可惜 洪水他不看你的文件 不聽你的彙報 也不看你的表格 該貼文被轉發到海外社交平台X上 知名獨立評論人士蔡盛坤留言說 從絕堤讀口現場看 搶險隊伍和搶險人員很不專業 按說 類似的搶險讀口第一時間要用石塊和袋裝的砂石填坑 用散砂根本不可能堵住絕口 特別是早期管勇巡查 第一時間發現管勇及時處理就不會導致絕堤 當然現在地方政府除了機關幹部 可以動用的人員很少 陳香中年人和年輕人大多數都外出打工謀生 陳香都只剩下一些老碩婦孺 許多人根本不會開車 如此短的時間 所有人員安全撤離幾乎不可能 官方一再強調無人傷亡 難以讓人相信 甘陳王表示 華融絕堤證明 習近平不遺余力地迅化了十餘年的一切向核心看齊 把官僚隊伍搞成了徹底的官僚主義傻子 徹底無能 把湖南人害死了 把這個國家害死了 HK2019 FreeHK留言道 毒嘴狠行 毒低不行 WZ寫道 關鍵是國家投資85億 專款用需加固治理洞庭湖水系 看到視頻裡老舊甘烈的堤壩 他們幹了啥 676嘲諷 不是號稱是一支特別能打勝仗的隊伍嗎 打一仗試試 傻貓一隻表示 他們有時間寫標語做橫幅掛橫幅 卻懶得把沙子裝袋 今天副頻道的視頻是 中間正文路到底為何走了 陸媒揭秘遭全網封殺 烏克蘭海軍司令 俄賽失去黑海克里米亞枢紐 中共又踢鐵板 二主席無懼威脅 您可以點擊視頻右上角觀看 再次感謝支持我們重新申請盈利 訂閱阿波羅網副頻道的朋友們 我們也在干淨世界平台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干淨世界訂閱我們 連結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ед香港開 Souls 開聞 開啟 開啟 開不insi 開啟 開啟 感谢观看